010因此 夜 PV1 第4обiyu 我们中奖啦 耶 Welcome to Quintons Play Story Hello,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小Q玩乐际 我是Q妈 他是Quinton 小Q Quindon 讲哈喽 讲哈喽 大家好 我们回来啦 新年要到了 我们就共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最重要就是身体健健康康 那之前就有一些朋友就说 好久没有看到Quindon 他是不是长大很多 你看他现在长得怎么样 长大很多 小孩子都长得特别特别的快 老师叔叔说妈妈是不是很忙啊 怎么很久都没有看你上传新的影片啊 其实呢是我们的电脑坏了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Edit Video 爸爸呢就说要等新的苹果电脑发布 然后等他发布了过后呢 就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来到马来西亚 所以等着等着时间就过去了 是啊对不对啊 时间就过去了 就真的很感谢 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朋友啊 还有关注我们的朋友 非常谢谢你们的关心 还有对小Q的疼爱 看小Q好可爱哦 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们 那开播的这一集呢 就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中奖了 耶 给大家讲yes 耶 几个星期前呢就有一个朋友 邀请我参加KIDORA BOX的一个抽奖活动 奖品呢就是他们新年主题的 WUMUKOW PLAYBOX 昨天呢你看 昨天呢我们才刚收到他们寄来的礼物 这是Quinton第一次参加抽奖活动哦 然后没想到我们竟然中奖了 所以呢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和大家分享这小小的喜悦 现在呢我们就来开箱看看这个 WUMUKOW PLAYBOX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要不要Open 你会开啊 那你拉拉这边呢 你是怎么名字你看 WUMUKOW PLAYBOX 不是拉这个的 看还有Quinton的名字在这边 他们都好有心思哦 他里面呢有一个很详细的 一个instruction book 解释什么是农历新年 然后今年呢是牛年 The year of ox 然后就是有一些是家长需要注意的东西 然后还有他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Kedora box 其实Kedora box呢 就是一个给三到六岁小孩子学习的一个learning box 然后呢他主要就是有flash card learning craft还有sensory play 那小孩子可以就一边玩 然后一边学习新的东西 那这MUMUKOW的playBOX里面呢 总共就有八个游戏 里面的解释每一个游戏的方法是怎么是怎么玩的啊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 解释的很详细 其实这个MUMUKOW的playBOX呢 是给三到六岁的孩子 Kedora呢现在才二十个月 是有点挑战性 可是我会guide他 我会协助他慢慢的完成里面所有的活动 我会modify一些啦 会帮忙他一些 希望他可以完成里面所有的游戏 也非常谢谢KedoraBOX抽中我们呢 那小QJ可以认识到更多关于新年的一些传统 还有一些知识 OK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他的第一个游戏 就是New Year New World 我们来认识一下新年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好Kedora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50 lion dance OK这个是什么这个是lion dance 还有这个呢这个是lantern 还有这个是tangerine 好像orange这样的咯知道吗 还有这个是什么fire cracker 这个是fire cracker 这个是谁财神 财神爷爷 财神爷爷 还有这个是什么 噢妈咪有给你的这个是什么 我爷爷 红包 第二个游戏呢就是seek for fortune 他就是要小孩子呢在这边找像印一样的 然后要数有几个然后就把号码写下去 所以呢Quinton呢我会协助他一起数 然后我们就一起写下那个数字 因为他现在最近也特别喜欢数号码的 我讲一下这个是什么lion dance 这个呢tangerine 这个是财神爷爷 这个 红包 红包 这个呢 这个什么 这个是 铺铺铺 铺铺就是炮竹 铺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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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铺铺��� lion dance OK 吃个 one two OK 妻子 toddy 打开 ok 你跟妈咪讲这个什么数目 这个是什么 one five 这个勒 七 这个勒 七 7这个 8 这个 5 这个 7 这个 给妈咪high five 我们finish 给high five yeah awesome 它第三个游戏就是missing color 就是要它们填上颜色 它其实有给你很多个的 你看他有给很多个有元宝 有财神爷 还有红包的 还有一个是五四 那我们今天就来 所以做简单的吧 我们先做元宝 我们先做元宝 这是什么 元宝 元宝 元宝什么颜色 Yellow 对了 我们给Yellow 然后他也是有准备两个颜色给他们 然后就还有一些棉花棒 给他们上色填补不见了的颜色 OK好来妈咪看 这个是什么颜色 这个是Yellow OK我们就开起来 Yellow 妈咪开 这样开起来 然后这样妈咪叫你 等一下你要拿这个的 这样棉花的 这样子点点的 OK哪一个颜色不见了 我们就点咯 这样你看 点 Yellow Kindan自己点 点 哇 还有这边 点在Sircle那边 那妈咪也拿一只好不好 应该妈咪也拿一个 也拿一个妈咪点这边 元宝就是以前古代的人 是Money来的 知道吗 钱钱 他可以买东西的 OK我们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 哇 我们的元宝 哇 有没有美美 下一个活动呢 就是Decorate Your House With Raid 这个呢 对Quinton来说 就有点挑战性 因为他还不会用剪刀 所以呢 妈妈会帮他剪出来 把这个红纸呢 剪出来 然后呢 让他把它贴在玻璃墙上 或者是墙壁上 布置一下家里 看起来红红的 很有喜庆的感觉 下一个活动呢 就是Make Your Own Packet 就是要孩子们呢 把这个红包呢 踩上颜色 Quinton呢 还不会抓颜色笔 所以呢 我就准备了这一款 像这样子的棉花棒 这样他就可以比较容易的 沾上颜色 然后涂上在那个红包上 然后妈妈妈可以帮他们剪出来 如果是比较大的孩子呢 可以自己学着剪 也是可以训练他们的Find Motor Skill 下一个呢 就是Lion Dance Roll 就是要小孩子呢 把这些贴纸布置在 这个狮子的吊坠上 然后呢 还有一些部分是需要绑的 那绑的部分呢 我就会协助Quinton绑起来 然后让他挂在门前或者是车上 下一个活动呢 就是Time for Dressing Up 就是让小孩子呢 做一下服装设计师 这有两个子娃娃呢 就是让他们帮他们穿上衣服 拿起来这样 哇 姐姐穿旗袍 好 对不对呀 那你看姐姐呢 我给你看看 OK 跟哥哥穿衣服先 男生的是穿什么 男生的我们是叫堂装 哇 还有裤子 还有裤子呢 那你穿裤子 那你帮哥哥穿裤子先 Hat 是吗 好的帽子 帽子放哪里 帽子放头头的 然后帮他们设计一下 他们的衣服上的一些图案 男生的呢 就是带一个红帽子 而女生呢 就是帮他们绑上丝带 第五位 下一个就是 Celebrate New Year 它是一个 sensory play so 我们现在把这个开起来 我们来 开 怎么打啊 哇 哇 OK 然后呢 然后就妈咪要把这个 全部东西放进去 藏起来 哦 我想妈咪跟妈咪玩起来 拿起来啊 你等一下要帮妈咪找的好不好 帮妈咪找出来 ok 你帮妈咪找 找哪一个先啊 找Tingerie 等tingerie 拿你给妈咪 那你有orange的 哪一个是orange 给妈咪orange 耶 clever 还有一个咧 one more one more orange 耶 clever咯 ok 来我们再找另外一个 妈咪看着有盐宝 那你有盐宝 那如果是比较大的孩子呢 你其实就可以给他用这个chopstick 用筷子 然后让他们训练他们的手指的协调 然后把东西都夹起来 可是Quinton太小了 所以我就没有给他用这个筷子 好啦 那我觉得呢 这个Kedora Playbox呢 是蛮不错的 它的质量也很好 然后小朋友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一面玩也可以一面学习 然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玩 然后也可以促进亲子关系 因为现在MCO嘛 大家都不能出门 那也可以在家跟小孩子一起玩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